再来看到俄乌战争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也让诈骗集团找到题材发挥 一名住在台东的60岁男子 近来在网路交友认识一名加拿大女军医 得知女军医将要汇款1亿元到男子的账户投资比特币 男子先信不疑前往银行开户 保险远景见状不断苦劝 最后成功劝阻 避免男子协助诈骗集团开设人头账户 因为他是军人 他是军人哦 对 他要跟我合作了 哦 了解 哦 是哦 要跟你合作了 对 然后我赚多少 这块我们两个一半一半 画面中的男子 不断向前来关心的远景说明来意 对于自称是女军医所说的话 深信不疑 因为俄乌人家石油都在涨价 哦 因为俄乌战争石油都涨价 那个乌户可能要变成虚拟地人 住在台东市的一位60岁男子 在网路上结识了一位女网友 自称是在乌克兰进行人道救援的 加拿大籍女军医 不断地透过温柔公事取得男子信任后 表示目前乌俄战争将影响俄国的油价 女军医投资了1亿台币购买比特币 需要男子到银行开户提供汇款使用 男子不宜有他便前往银行进行开户 这个女医生骗称 他目前仍在乌克兰进行人道救援 发现因为乌俄战争 未来俄国的石油可能要用比特币才能购买 比特币一定会大涨 只要男子提供账户 他就会汇款1亿元进来 一起投资比特币 未来获利55分账 我们不断的劝说 只要开户就会有一亿元进来 天下哪有这么好康的事情 乌俄战争是真的 但是这个美女的照片是假的 女医生也是假的 千万别上当 在我们不断的劝说下 男子才恍然大悟 这是一场假医生的网路交友诈骗 诈骗集团利用乌俄寝室 以及爱心女军医来博取信任 只要男子协助开户 就会有一亿元汇进来 甚至还可以55分账 哪有这么好的事 索性保持远景不断劝说下 男子才恍然大悟 知道这些美女图片 跟爱心爆棚的女军医 都是假的 成为了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未来不但没有幸福相伴 紧随而来的是 跑不完的司法程序 记者安齐伦 台东市报道